现在demo一下这个功能 这个功能是 譬如说这是购物车的商品 然后加入购物车商品 然后去结账的时候 就会跳出合约书 那这个流程是可以去做设定的 就是说可以结账完毕 付完款之后再跳到这一页来 或者是像这个demo的网站一样 它是先跳到合约书来 然后要写这个 名称 名称 然后我自己的 我自己的gmail 然后这边就是 sign in 这边就是可以用手写 如果它是手机的话 或ipad的话可以用手写 我现在是滑鼠所以 写的比较 不好 插入 好 这样就有签名档了 然后这边右下角就一个 Agreed sign 这个付款画面 所以刚刚讲的就是说 这流程它是可以自己去设定 就是看是要先完成那个合约书的签名 然后再来这边做订单的结账 还是说要先结账完再跳出那个合约的签署 好这个软体是比较正式的啦就是在国外有法律认证过的 比较严谨啦就是像刚那个合约书那个pdf档 其实是可以自己在后台做编辑的 它是一个wordpress的一个外挂软体 然后它也会在使用者签名完之后 自动发出电子邮件 然后用户就收到像这样一个contract和合约书 这个就是因为我们还没编辑所以它是预设的logo图片 你可以放自己的logo 然后这边是刚刚的那个自己的签名的名字 那底下有自动附一个pdf档 这pdf档打开就是我们自己去做好的那个pdf的文件 还有它的签名也会进来 那这边 这边会自动抓出我的照片是因为我的gmail有放我的头像 所以它自动会去抓gmail的头像 然后这是它签名的 可是有个缺点是像 这边有这边有对方的IP 客户的IP 那缺点是一个小缺点是这个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 中文可能会出现乱吗 对 这边 中文出现乱吗 这pdf档缺点 那可是这个是正常的 看一下这个viewsign document 刚刚那个是寄送出去的email 它产生乱码但是 在网络上是正常的 在网络上正常的 所以如果 它连到 因为它这边有个 连结嘛 连到网站去下载的时候 print好了或者是save at pdf都可以 看一下这个画面 这边显示是正常的 只有email寄出的那个pdf档 没有办法处理中文 没有办法处理中文 那超连结过来看的原始答案是 正常的中文 save成pdf 也是ok的 我先把它save成pdf看一下 好 储存成pdf就不行了 储存成pdf就会中文会乱嘛 所以 直接在网站上是ok的啦 存成pdf的话 中文会变软嘛 所以 这样子直接列印是比较好的 直接抓网页里面的 列印出来这样是比较好的 这样就不会有中文的问题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